在分析当中的比较平均数法 选择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一变数是首部稳定 四变数因子是睡眠剥夺 在选项当中勾选所需要的选项 接着点选继续 整体检定如果显著要进行事后比较 在PostHack检定当中勾选2Key法 接着点选继续 再按确定 变异数分析也可以使用第二种方法 在分析当中选择一般线性模式当中的单变量 一变数是首部稳定 自变数是固定因子为睡眠剥夺 在图形当中 把A因子点选到水平轴 再点选新增 按继续 在选项当中可以勾选 变数统计 变数统计 效果量 还有同值性检定 接着点选继续 PostHack再进行事后比较 将A因子点选到右边 再勾选2Key法 如果要进行事前比较 可以选择Donate的事前比较 在这里 内定是最后一组 当参照组 接着点选继续 再按确定 接着点选